像有議員說大巨干燒線啟用到現在辦的活動 VIP是好像實際間只用過一間 那這個VIP是市府這邊來規範還是說遠雄的理由 依照契約的規定 遠雄是營運方 他是負責整個場地規劃營運的部分 不過這個部分因為涉及到的是有關權利的部分 這個部分近期我也會跟遠雄來討論 這個VIP包廂的使用 在範圍內的部分的一個權利義務 那我們會積極來爭取市府這邊的一個相關的權益 那同時也希望遠雄未來在 VIP包廂的助用上能夠更加的透明化 我們會跟遠雄來協商就這個契約的層面 跟這個法律上的解釋 去做一個釐清 那我也希望遠雄能夠建立一個更透明化的機制 未來即便是民間的活動 即使是商業的行為 都應該要更加的透明化 讓大家了解他的整個營運的一個情形